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中的机遇真是奇妙 不愿意去? 求之不得?我现在截然一身 载着卫生心再无牵挂 只是有点遗憾 因为秋为? 是 话如初露出笑意 这点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如愿 等你再回这里来时 一定不会是现在这番景象 眼中这次出了些事 牵扯很大 没人会注意你这么一个秀才 秋为时你再回来便是 沉间大喜 当真? 自然当真 前头刚看了观评 现在又得到这样一个保证 沉间到底也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高兴劲都带到了脸上 那好 那些东西就在城龙外面的一块可以活动的专利 左边从下往上数 第八块 这还真是在眼皮子底下 他怎么避开那些人放进去的 就算是晚上也肯定有人轮值的 不过话如初没有追问 看向夏颜 快去快回 是 等待的时间里 沉间乖绝了许多 话如初问什么他就答什么 绝不含糊 几粮依旧挺的笔直 这样的人天生就生有傲骨 夏颜回来得很快 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油纸包 沉间上前接过 打开包了两层的油纸 解释道 昨日下雨 我担心下了久了会毁了这些东西 就去淘了两张油纸来 顿了顿 沉间老实承认 这些东西都是我记下来的 可藏这些东西却是有好几个人住我 不然也避不开那么多士兵的耳目 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大家都会好的 以后你若真能出席 住家乡人一把就是 话如初说着 边拿了一半递给其右 自己看另一半 虽然都是匆匆扫过 却深知这沉间谦虚了 他何止是记下了他说的那些 以免包含的东西更要多出来许多 沉间忐忑地看着两人 这些东西费了他太多心力 好几次都差点被抓住 要不是他有功名在身 早就吃了板子 他没指望用这些换来什么 只要这些东西能承递上去 让这江民没有好下场 他就很知足了 不管下个县令是谁 总比江民要好 放下自己手中的那些 话如初片头 问同时放下东西的其右 如何 有大用 那好 云书 是 你准备一下 有你护送陈坚去太原 这些东西都要说好 千万不能丢了 云书大惊 将他一人先回去 嗯 是 其右这时开口道 回了太原后 去找其安或者其亮 让他们带你去见莫先生 若是莫先生问起我 就说我会尽快回去 是 至于殿下那里 你能不见最好不见 见到莫先生后迅速出城 在城外待两天 再迁回别院 千万不要被人发现 是 陈坚此时已经完全慌了 殿下 什么殿下 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 这事情难道还能闹到那样大的人物面前去 让他去见殿下 他 你不用担心 我们本就是太子殿下的人 不瞒着你是希望你一路上做好准备 殿下肯定会召见你 到时必然会问起卫山县之事 你得路上多琢磨 尽量把事情想全了 这已经不只是卫山县之事 到了太原你便知道了 顿了顿 话如初又加了句 太子殿下不是凶恶之人 你不用太过害怕 多敬上一些就是 陈坚拳头紧握 狠狠点头 这么好的机会他不能错过 你可有东西要收拾 陈坚苦笑 那个小哥都说我就住在一块木板上了 能有什么东西舍不得 就那块木板还是剪的 一两间就衣服不用去收拾了 免得平天骗书 你放心 这一路上我的随从不会亏待你就是 陈坚站起身来 看了那高高一跌东西一眼长身一躬 陈坚踢围山县的百姓谢过两位大人救助之恩 陈坚一走 话如初就好好嘱咐了云书一同 最后道 我哥如果来了 你替我带话给他 安心在别院等我 这次的事很大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是 我们会尽快回去 伤口再有的两天 起码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快码回去不用几天 云书这事不应了 小姐 您还是顾着点身体吧 别让身体亏损得太厉害 您以后还要孕育孩子的呢 放心 我有分寸 话如初拍拍他 让你单独一人和他上路已经是不顾你的名节了 好在你现在是男二神 因为外人知道你是我的人 你自己多加注意 别露了马脚 是 小姐放心 男装行走 辈子有经验 看时辰不早 话如初没有再留着云书 晚上我和齐佑要去一趟县衙大牢 这边如果发生什么事 你拿主意 小姐 您把夏颜带上 遇上需要动手的时候 也不用您亲自动手 夏颜连连点头 虽然这一晚上被拆遣的团团转 可他只觉得痛快得紧 这样的日子比在齐府好多了 想了想 话如初应下 他确实不想崩裂了伤口 这伤再在马车上养伤两天 应该就能勉强骑马了 三人换了轻便的暗色衣裳 话如初把软件竖上腰间 问在一旁等他的齐佑 你平时用什么武器最衬手 剑 那你的剑呢 逃命师丢了 话如初忍不住看他 心里想 果然不是武林中人 武器丢了都能这么面不改色 武林中人若是施了自己的武器 那对于他们来说 哪怕胜了都是失败 武器就等于是他们的面子 我没有剑 齐佑撤下视线 摸上如初腰间 精致的看起来就像装饰的剑柄 丢失的 是抽薪钱殿下给的 话如初没想到是这样 一个武功不弱于他的人居然说自己没有剑 这在武林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是 齐佑本就不是武林中人 这么一想 心下也就没有那种奇怪的感觉 以后有机会了 我去给你求一把来 嫣然一笑 话如初拍了拍妖精的手柄当安慰 我这柄剑不是名剑 但我喜欢的锦 是我自己画了图去定做的 那人等闲不给人住剑 但是他是我爹的朋友 到时候我去摸一摸他 让他给你打造一把衬手的 其佑眼中温柔几乎泛滥 好 好了 走吧 三人出门时已经差不多此时了 路上一人也无 犹如一个死城 三人是直接从屋顶上过去的 这样的地方 我不知道房屋的架构 找不到地牢 齐佑 你应该能吧 嗯 紧跟我 说着 齐佑干脆抓住了如初的手 食指相扣 做正事时能并肩 在夜里做贼时也能相邪而行 这样的夫人 谁有 齐佑果然是熟悉的 七弯八绕的 避开寻夜的人 轻易便进了地牢 从怀里拿了汗金出来捂住花如初口鼻 看了下眼一眼 提醒道 捂住 难闻 两人会议 赶紧捂住口鼻 地牢永远都是阴暗潮湿的 一进去就觉得有一股子阴风袭来 隐藏住身形 等稍微适应了黑暗 齐佑 附佑拉住花如初的手 分辨了一下方向往里走去 经过的地方都是空的 整个地牢中也没有一点声音 话如初心下有思不安 难不成他猜错了 那些人早死了早埋了 听陈坚说那次的事死了有六个 关起来的有将近三十人 就因为那次的事 才会将他们原本进了城的都给赶了出来 那江民真那么大胆 敢将人全饿死 其右脚步突然停顿了下 从原路折了回去 话如初紧跟着也不问 反正无人 其右干脆站在了入口处好一会儿没动 细细观察之下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总觉得好像很挤 其右心下一动 眼神扫过一间间监牢 最后落在最里边的那一间 比较起来这间是最小的 这么一块地方就算是空着都应该 真用来做一处监牢却显得勉强了 轻巧地打开门 其右走了进去 因为牵着手 话如初自然也进去了 朝身后的夏妍做了个手势 夏妍没有跟进来 在外警戒 在几个地方敲了敲 地板没有声音 敲上第一下下去就觉得不对 那种声音后面是空的 两人对望一眼 其右运气功力 查知墙后无人才在四周摸索 应该有个开关才对 啊 找到了 随着一声轻响 那边似和旁边一样的墙上 露出一条缝隙 话如初挣脱了香卧的手 抽了软件抖直 插入那缝隙 一点点的顶开 这看起来像是墙的东西 居然是一张木门 三人面前出现一条黑幽幽的通道 怎么办 进还是不进 他们要的真相 可能就在这里面 但是危险是相伴相生的 话如初向来就是个行动能力强的人 是一下言上前交代道 你在这里守着 现在也不知道门能不能从里打开 我们返回时会连着敲四下 到时你在这边开门 顿了顿 话如初又道 要是外面情况有变 你只管自己离开 悄悄潜回客栈 带上其他人前来相助 是 看他一脸的担心 话如初拍了拍他的脸 安慰道 别被我的话吓着 我只是把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告知于你 但这些并不一定会发生 你只要躲好了 别让人发现你就好 你安全了 才能帮到我们 下言重重点头 道 是 婢子记住了 安排好了退路 话如初朝其右一点头 走吧 其右一把拉住要进去的人 对上他诧异的眼神也不说话 直接将人拉到身后 自己率先走了进去 话如初怂怂间 随之跟上 下言将门关好 潜入黑暗中 通道很黑 两人适应了一会儿 才能模糊看到一点东西 话如初凑到其右耳边问 有火折子吗 其右摇头 没有 是了 这一路上都是住客栈 平日里也有人伺候着 身上怎么会带这种东西 不要说他 他不也一样 将功力运之于眼 眼前终于清楚了些 一眼望下去 很通顺 什么都没有 话如初拉着其右 快步往前走 到了又运起功力看一下 再走下一段 这样为的自然是节省力气 他不想碰上敌人的时候 只有喘气的份了 到了 前面是一张门 两人靠近 其右听了下对面的动静 摇头 无人 真是奇怪 地牢是空的 在这里神神秘秘地弄了个地牢 却无人看守 总不能是吃饱了闲得瞎忙活 他们所图为何 话如初有种感觉 今晚 说不定会大有收获 其右做了个打开的手势 话如初点头 全神戒备 两人都想象过 门后面会有什么 可这和他们猜测的绝对不一样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空屋子 还这么小 话如初心下一动 压着嗓子道 找找 这屋子应该另有玄机 其右点头 这屋子给他的感觉很怪 按这个格局 这房子至少该有现在这般大小的好多倍 就好像有人在屋子的某个位置 突然有东西隔开了一般 等等 这也未必不可能 这么一想 其右便走到角落两面墙相连的地方 用指甲 在两边各刮开一点 瞧了瞧 心就程度是一样的 他想错了 其右眼神在四周扫过 细致的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地方 话如初则走到门边 悄悄打开一条缝隙 看向外面 依旧看不到一个人 突然 身后传来响动 话如初回头 就看到墙上 突兀地出现一道门 往一边滑去 待到能容四人并肩出入的大小时 还停下来 这一道一道的开关 一道一道的暗门后面隐藏的 究竟是什么 话如初万分好奇 其右站在新开的门前 还是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话如初却从中看出了他的亚异 急不走过去 想问的话都到了嘴边 但看到里面的东西时 便再也说不出什么来 他银子再多 见得多的也是银票 没有谁会堆出个银山给他瞧 做爆发护姿态 可现在他见识到了何谓银山 这座堆的整整齐齐 四四方方的银山 他好想笑纳了 不可避免的 话如初起了贪念 其右一把拉住他 不让他进去 在墙上按了一下 门很快严丝合缝地关上 话如初怒视他 他只是想想 不会真要 看看都不行吗 其右拉过他亲了亲 在他耳边道 这里不能透 殿下必定会陷阵去 逃圣上的还心 话如初理智回笼 瞬间明白过来 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太子都吃不下去 要陷上去 他确实还是不要进去 留下什么痕迹比较好 把这里的一切都还了缘 两人打开门 往外看了看 到处染着灯 却没有人 话如初有心想分开走 可想想 现在两人都不是全盛时期 碎死了心 慢点就慢点吧 安全 他们两人的实力相加 除非这里再有一个公努营等着 或者来一次山崩地裂 否则没人留得下他们 这是走到了哪里 进来前我看了下 信牙附近没有山 信牙附近是没有 可卫山县是与卫山居民 这里也未必就有一座卫山 等出去就知道了 我们去看看人都去了哪里 因为染着灯 两人的动作都小心了许多 近挑着暗处走 感觉 就是一座山都掏空了 又不是房子太破了些 道路又太不像样 这里 真像是个地下村落 江如初的感叹听在耳里 其右的心神都放松了些 我听到声音了 就在前面 功力果然是比他要深 花如初撇嘴跟上 路是一直往下的 坡度不是特别大 但是一直都是那么一个邪度 走得远了 不知道到了一个怎样的深度 动作快点 隐隐地声音传来 花如初脚步一顿 这是鞭子击打在人身上的声音 而被打之人连惨叫都没有 只是闷哼了下 要不是他功力还算不错 这个声音怕是都听不到 这不合常理 除非他们是觉得连叫痛都觉得浪费力气 这个念头一经产生 便不可抑制 花如初加快脚步往里走 功力提至最高 一闪身就是老远 其右赶紧跟上去 越往前走 听到的响动越大 敲在石头上的铿锵声 吆喝声 鞭子甩在空处的刷刷声 甚至还有锁链拖在地上走的声音 再加上趾高气扬的监工 备受压迫的劳力拼凑在一起 宛如一副地狱景象 花如初静静看着 没有气怒 没有表情 冷冷地看着眼前所见的景象 其右抓住他握得过紧的拳头 一根根手指头掰开 交握在掌心 他见过比这更甚的场面 所以虽然也震惊 却不会失态 盛世下 尚掩盖着无边黑暗 更何况 现在的南朝 离盛世还有一点距离 两人什么都没做 就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原本所有的打算 都按捺了下来 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除非他们有把握 一下就将所有人都救出去 可他们不熟悉这里 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也不知道还藏了多少人 在这被挖的七零八落的地方 更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另一条路通向外面 只要走脱一人 这里都会马上被掩埋 清去一切痕迹 哪怕明知道那些人需要他们的解救 他们也不能 一路无言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